早安 各位 我一定會掌握緊時間 那我今天的題目 大家不要說我卸了 Branding 2013 其實為什麼我會起過這樣的題目呢 我知道今天在座很多品牌的專家 或者相關行業的專家在那裡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對品牌的理解 為什麼說2013呢 我會覺得 或者大家都有這個體驗 就是我們做Branding的人 或者做Marketing 或者其他相關行業的人 就是覺得這個世界 或者這個Market轉得越來越快 就是如果我們講一套理論 就是一兩一 你想著幾年都是用回同一個板斧 那其實就很outdated的 就是令自己很outdated 所以我都只能夠說2013年的事情 就是我理解的Branding 在2013年的一個背景之下發生的事 那我略為講一講我理解的Branding是什麼 然後我會分享兩個我們自己 大家樂集團的Cases給大家 很快 什麼叫Branding 大家都知道了 不過我都想back to basic說一講 最原始我們理解的Branding 最原始就是講我們怎樣在動物身上打落印 那其實這個俠義的解讀 那如果廣義一些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你怎樣將自己的產品 去跟其他人的產品去做一個分野 Differentiation 那好了 來到今時今日的Contest 那我會覺得Branding 其實我都純粹是講一個建立關係 怎樣去跟我們的消費者去建立關係 如果我們不能夠跟我們的消費者去建立關係 我們是做 即我們是不可以說自己成功地做一個Brand出來 好了 那什麼叫品牌呢 我不是只講一個Logo 或者一個品牌名稱 所謂的品牌我們是講一套很Consistent 即跨越時間來講 都是很Consistent的一些品質保證來的 那更加重要的是一套的Values 一些價值觀 一些精神 即是一些虛無小小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每個品牌都有它獨特的歷史 和它的傳奇性 那當然你說有些品牌沒有的可以不可以 都可以的 那它在其他地方要做得好一點點 那另外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品牌 就是必然會是那個消費者 或者是一個用家的一個自我伸延 或者是自我投射來的 它是因為喜歡你的品牌 或者它覺得你的品牌是去自己的一部份 或者是同路人 它才會買或者用你的品牌 那當然呢 你說有沒有一些前設的呢 即是如果我們教品牌 那一定有的 那第一件事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的Product 或者你的Service 本身一定是要好 Quality 那如果你說不好的產品 或者不好的服務 可不可以教品牌呢 那我就覺得不用了 就是省下 那Integrity 這個必須要 誠信 那 原因是我們搞品牌 不是做一日生意 兩日生意 其實我們說品牌 我們是希望千秋萬世的 這個是我們 是很長線的一個投資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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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ed到一個 真實的對待你的用家 所以Integrity 很重要 第三點是 與時並進 幾好的產品 如果不跟 時代一起進步 其實都會死亡 那大家看看 柯達的例子 就會知道 Consistency 即是一致性 那這個是 也很重要 不長談 那最後那兩點 其實是相關的 就是要 有真正的audience 即是真正的受眾 以及 受眾有真正的選擇 那如果在一個 contact 裏面 受眾是沒有選擇的話 那其實 大家都不用做branding 即是 局用的話 是不需要有branding Category 這裏不長談 就是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可以做branding 即是無論是產品 service 人 甚至國家 城市 好了 搞品牌的好處 那這個其實都很明顯 就是 long lasting 就是 我們 我剛才所說千秋萬世 就是一個好的brand 其實是 不會死的 人會死 brand owner 會死 但是 理論上一個好的brand 是不會死的 另外就是 就是 怎樣 最大化你的利潤 這個都很現實的 就是 大家會知道 就是 你 洗的10元裏面 可能有9.9 是去了brand 那 這個就是 反映到我們brand的價值 或者branding的價值 另外就是 就是 不可以被抄襲 因為我所說 我理解的branding 或者brand 其實是講一段感情 那 感情是理論上 是不可以被抄襲的 那 另外就是 overcome crisis 其實在我們日常運作 我想每一個品牌 每一個行業都是 就是在日常運作裏面 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或者總會有一些危機 一些事件出現 這個是避無可避的 但是如果我們做好我們的branding 就是日常做好branding 其實是好像一個 就是 打底 打好一個底 就是 就是 令你準備去迎接一些 crisis 或者issues 那 另外就是 減低你的成本 就是 如果你有其他的 副產品 或者是 其他衍生出來的品牌的時候 你的成本會低很多 那另外就是 對內 對一些跨國的公司 或者是 多品牌的公司來說 你怎樣對內 可以 可以 團結到你的員工 那這個品牌的作用都很大 那 好了 剛才 是工作人員舉牌 所以我要快一點點 我想講 branding 我所講的 其實有很多範疇 那剛才有講者都提過 360度 那其實 當然了 就是我們所謂的holistic branding 其實就 cover很多不同範疇 那這裡 我就不長談了 那我唯一 highlight了 你看到是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特別講的 因為我會覺得 2013年的branding 我 或者我的集 我們公司 放很重在CSR上面 那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兩個例子 那我分享例子之前 我講兩點 就是我們做CSR有兩個大準則的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做CSR不是放煙花 就是幾百萬審出去捐給什麼什麼慈善基金 不是這樣 我們會希望可以融入到我們日常業務 令到這件事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那還有 因為 因為融入了日常業務 所以你可以真正地去完善你自己的業務 和完善到你自己的brand 第二點就是希望客戶可以參與 即不是自己 也是 尊筆錢 那怎麼辦呢 和你的客戶有什麼關係 也是我們希望員工可以參與到 那我講一講一個我們現在做的case Grain Monday Grain Monday 話說我們是去年2012年的時候 Grain Monday其實是一個組織 也是一個campaign 他們2012年4月就發展這個campaign 有一間叫Grain Monday的公司 即是一個非牟利的公司 那時候就和我們 其實創辦人和我是前同事 在某個活動中撞上了 就一講講開一些CSR的事情 那真是一拍即合 因為我都想做和可持續發展有關的事情 那剛巧他在籌備Grain Monday 那我們就說 不如我們和你們一起搞 結果我們就做了一個founding partner 那當初我們 我剛才講的那兩個準則 其實在這個case裡面都完全用得上的 就是怎樣融入我們日常業務 第二就是客戶參與和員工參與 那就是說OK 我們是旗艦品牌就是大家樂 快餐來的 快餐賣素食 其實不是一個很創新的東西來的 因為我們很多很多年前都有那些蚊衣麵 就是那些羅漢齋蚊衣麵 有的 不過我們是沒有打正旗號 Grain Monday 這樣是一個有理念的出發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次不同 我們就是找一個 找對一個很好的partner 我們就參與了這件事 當初我們就是想著 大家樂這個快餐品牌 我們用150間分店的網絡去推動這件事 我們真心相信用我們的網絡 是可以將一個Grain這麼少眾的東西 就變成大眾 或者是至少推動它 多些人參與 令到Grain不是一個離地中產的玩意 也都不是這麼昂貴的玩意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年五月的時候 我們全線的快餐店都參與了 發展到今時今日 剛剛他們慶祝了一周年 我們亦都由一個品牌參與 就變成八個品牌一起參與 你說很多記者都問我 買得好不好 我標準答案都是 我們不是為了做生意 雖然我說融入日常業務 但是我們在眼點不是銷售量 畢竟在香港來說 吃普羅大眾的餐廳的人 的確是喜歡吃肉食 或者是肉加素多些 賣素食的確是不多的 而且運作上我們是高難度的 即是賣素食 比起賣肉食是高難度的 但是我們都希望 亦都期望可以一路做下去 好 第一個例子講完 第二個例子很快 就是這個 歡迎道蠻犬計劃 好了 又是了 我又是著眼 我怎樣融入我日常的運作 亦都怎樣令客戶參與 和員工參與 這個就是上年年尾 我們和這個 動蠻犬協會 另外就是有兩個不同的盲人機構 去一起合作 我們不算是創辦夥伴 但是都算是比較早參與這個計劃 其實就是 我們覺得 這件事是我們一定要面對的 即是當初這個 這個動蠻犬協會去推動這個 動蠻犬先導計劃 雖然香港 當時好像只有兩隻 三隻動蠻犬 有人會覺得我們小提大早 甚至抽水 但是我會真心告訴大家 就是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面對 因為我們實在多品牌 亦都實在多網站 我們結果是13個品牌一起參與 我們有300多間的分店 我們在說每星期 我們服務著200多萬的人次 所以我們的命中率是很高的 即是我就算我退一萬步 我以一個純粹商業運作的角度去考慮 我都必須要正面去面對這件事 何況我們其實是希望 用一個CSR的角度去參與這件事 我們希望用我們的分店網絡 是幫忙推動到這件事 就是不單止幫到那幾位 動蠻犬使用者 或者將來更多的動蠻犬使用者 其實更加重要就是 我們怎樣 令每個星期來光顧那200多萬人次 都知道這件事 我們其實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首先當然是訓練我們的員工 你看到第一張照片 最重要就是給他們一個很好的訓練 他們將來就是去推動那個推動者 他們會告訴其他前線同事 究竟應該怎樣對待動蠻犬和使用者 亦都會教導顧客 因為其實香港畢竟都有很多人喜歡投訴的 即是如果他旁邊無端有隻狗在那裡 一定會投訴 那怎樣我們的前線工 可以帶出一個正確訊息給他們 令到他們接受一個相見共融的社會 平等的社會 那這個我們推動了 我們參與了大概半年左右 那其實so far 社會上的反應都真的挺好的 我們暫時來說收到兩個投訴 是非常之少的 兩個投訴 那他們 這個我會當是差不多零的 那 而且是出奇地我們在Facebook上面得到的like 就是破了我們集團的紀錄 那當然我們不是計個like做業績 但是這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鼓舞 那所以我都是那句 2013年的branding 我們會著眼CSR 那至於明年 我想明年的形勢又不同 那可能明年有另一個的著眼點 多謝大家